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书法基础知识 第一讲 初识书法 本堂课老师会带领大家了解书法的五种书体 并且讲解书法的基本技法和表现形式 通过本堂课的学习 同学们可以掌握书法的基本概念 并且能够辨析简单的书法作品 首先 在正式学习五种书体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被叫做复活历史的文字 甲骨文 据考证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阴代 刻在硅甲 瘦骨上的甲骨文 就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 甲骨文的发现距今仅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 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历史非常悠久 从远古的阴商算起 经历了秦汉的辉煌 魏晋的风韵 隋唐的鼎盛 宋元的上意 明清的延续 直到现代的普及和发展 总体上讲 书法可以分为五种书体 转书 历书 草书 楷书 行书 其中转书又分为大转和小转 大转的解体比较复杂 小转自行整齐 转角处比较圆滑 而历书 它是由转书简化演变而来 横笔首尾中方中带圆 转角处多成方折 草书 它始于汉代 由历书演变为张草 后期发展为金草 自行狂放 楷书也叫做正楷或是正书 它的特点是自行方正 笔画平直 风格古雅 整齐端庄 行书则是自行流畅飞动 我相信讲到这里 大家已经简单的了解了什么是书法 那么书法艺术的基本技法和表现形式又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用笔 用笔就是指笔尖在纸上写出点画的活动过程和方法 通常写字时要将毛笔调至中方进行书写 以图中为例 图中为大家展示的是楷书书写中悬真术的用笔方法 第三步即为中锋行笔 我们在直播课程中会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其次是书法的结构 简单的说就是字的结构 字的结构就是由偏旁步手和笔画组合而成 以图片中为例 根据字的大小 书密 斜正 达到收放结合或是中工收紧等结构关系 同学们课程上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 大家已经基本了解了什么是书法 以及它的发展和分类 书法艺术是博大精深的 因此希望大家课后能够继续学习 加深了解 在下节课我们会带领大家认识毛笔